身為台大的校友 我當然關心台大的學術自由 關心台大的發展 你只注意到管教授的這個案件 但是你沒有去注意到 其實一開始有聲音的是來自台大的校園 而且他能夠擔任校長 也是在我擔任院長的時間內核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這個辯論會上有提到 賴清德副總統 你把任內核定管中米 担任台大校長當作是你的一個政績 但是你別忘了 卡管讓台大校長空缺了500多天 也是你 然後應該是說繼續的卡管354天也還是你 請問你會願意為卡管這件事情做一個道歉嗎 政府介入大學自治是一個非常非常不應該的事情 根據大學法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九條規定的非常的清楚 新任公立大學校長的產生 是由學校來臨選出校長之後 由教育部或者是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 教育部他只有形式上的發聘書 而不能進入實質的審查 公立校長 公立大學的校長 我相信台大就是公立大學吧 那為什麼在當初聘任的時候 有這麼多卡管的這些行動 我個人認為你要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另外我們知道我們的管中銘校長 在今天早上 也就是剛剛不久前 在他的臉書也發布了一條訊息 我來唸給大家聽一下 2018年政府請盡全力 粗暴干涉台灣大學校長領選 迫害校長單選人 破壞大學自治 當時的行政院長就叫做賴清德 聽總統候選人辯論會有感 迴避問題 但無法逃避歷史與責任 那現在副總統 你是不是欠我們全國人民 也勸我們的管中銘校長一個交代 一個說明 這件事件一定要寫入台大的校史 所有的台大人 將來都要讀這一段歷史 也讓台大人你要曉得 這個學術自由是要抗爭來的 我看了你的書的話 你會更感覺 那個只有三個字的感覺 叫看破點 記得這麼荒謬絕倫的事情 就不過在四五年前 還發生在台灣 他家有做違法的事情 到這麼低級下流的做法 所有幫助的人 我感謝的人 我永遠都會記得 同樣的 把我的人我也會忘掉他們 黃大校長領選事件發生在2018年 當時的執政黨和政府 清盡全力發動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視權 鼓動網路和媒體 進行全面的攻擊 他們不僅粗暴蠻橫的干涉大學自治 否定台大校長的領選結果 也威逼我們的校長領選委員會的領選委員 對我個人更是極盡羞辱和壓迫 那這樣子一件關係到台灣的大學自治 關係到台灣整個高教發展的一個重大世界 當然應該要留下歷史記錄 這就是大學的脊梁這本書的源起 那當然很多人會好奇說 隔四年多為什麼你們 現在決定出這個書 選擇這個時間點 首先大概在兩年前開始 很多人碰到我 或在講到當年這個事的時候 我注意到多數人已經不能夠清楚記憶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甚至無法完整的重塑 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哪個時間點發生了什麼事情 都已經不太能記憶 那時候其實讓我很心驚 覺得這個這麼曾經在社會上掀起滔天巨浪 影響到我們台灣的高教 甚至影響我們整個民主的過程 這麼大的一件事情 竟然有一點像是要船過水無痕的跡象 這樣子的情況其實不好 就像我們過去很多事情 許多人說了非常不得體的話 傷害了很多人 做了很壞的事情也傷了很多人 可是事後因為沒人再提 他們好像從來就不需要負任任何責任 那時候我當然會擔心這樣子的事情如果真的船過水無痕 難道也許有一天後人再去浩瀚的網路的資料中間想要去尋求真相的時候 恐怕即使想做也不可得了 所以我就因此央請阿渡來寫做一份完整的報導 然後我們寫完以後選擇這個時間 當然不願意這場記憶在要趁著大家在記憶猶新的時候 重新喚醒大家的記憶 記得這麼荒謬絕倫的事情 就不過在四五年前還發生在台灣 我們覺得最不可能 最應該受到保護的政治 避免與政治力量干涉的學術場域 那居然有這麼多各種各樣的力量 肆無忌憚的伸手進來 這樣子的記錄 當然我們要完整的記下 留在那裡 讓所有的人記得 前世不忘 後世之思 如果我們遺忘歷史 我們永遠不會從歷史中學到教訓 今天大家說這是一件 台灣高教歷史上的空前的事情 但如果我們不記憶這段歷史 不從中間學到教訓 請問大家我們能確定這事情一定是絕後嗎 將來就有可能絕對不會發生嗎 所以 寫這本書的目的也在此 喚醒記憶 也提醒大家 永遠不要忘掉這件事 帶給我們的教訓 抱歉 因為我不能夠保證我看到所有的人 但請大家相信 不論我今天有沒有看到你 或者我在書中 或在剛剛那講話中間有沒有提到的 請大家相信我對大家的感謝 從來就沒有 而且 大家從我寫的東西可以看到我記憶很好 所以我記得的也不會忘掉 所有幫助的人 我感謝的人我永遠都會記得 同樣的 同樣的 搞我的人我也不會忘掉他 如果要我再想還有一件讓我不是痛苦 當然是讓我極為氣憤的事情 我在書中也有提到這一個 那時候我眼睛 在大概十月的時候 再開始到醫院 眼睛裡面灌的油要抽出來 那個手術很簡單 所以只要住一天的醫院 那我就收到一個人傳簡訊給我 說他有事就要來找我 我說沒關係我今天住院明天就出去 他就堅持一定要在當天來看我 那我當然很好奇有什麼事情集成這樣子 他來 他就說他工作的單位 收到監察院的通知 要查所有跟我來往的記錄 這來往的記錄是包括什麼 是什麼人情 同意就是決定讓那個單位跟我合作 合作的方式是什麼 然後那有沒有領錢 做什麼事情 那工作的細項內容全部要交代 那現文到七天內答覆 那我那時候當然很驚訝說 為什麼要到這麼忙 當然我已經了解了 各種手段都會用 但是這個也是太匪夷所思了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傳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液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紅星全校克菇